大家好,我是霍兰 听点有文化的脱口销 我从来都没觉得我有文化 至少是进脱口销这个圈之前 我没觉得我有文化 今天我想聊消费 真的讲一个真事 我的朋友王建国 王建国 不爱车,不爱表 甚至不爱消费 最近上网被卖菜刀的顶上了 喜欢上了买菜刀跟磨菜刀 他前两天跟我说 后来我昨天磨了一宿的菜刀 后来发现磨反了 我说你是磨成贱了吗 他说我就是喜欢磨 我说是磨的磨磨像薄阳嘛 实话实说我还不如他呢 我自己最近爱上了买NBA球星卡 就是你不理解是吧 很简单 就是一个纸片上面画着人 我周围朋友也不懂 你们可能想不到最贵的那种卡片 一张签名的卡片好几百万美元 但我买的都贼便宜 其实我不懂 为啥一个签名能卖这么贵 二十法站上面有卖过签名照的 37块7 从50块钱降下来的 50块钱我还收藏了一些 然后呢二十法站动不动 星城中给我发那个链接 你关注的宝贝又降价了 求星卡不是求星卡对吧 那是青春 很简单 就是钻石 钻石为什么那么贵 它是爱情 钻石象征爱情已经很荒谬了 现在不提品牌名字 现在有的品牌打的广告 是一生只能买一次 买这个钻石需要登记身份证 我开始不知道 我说登记身份证 这是怕我沉迷吗 不管怎么说对吧 消费主义你该买还得买 这个对男士说 你该买还得买 你不能跟女朋友说 哎呀我跟你讲 那个钻石跟煤本质上都是碳 女朋友说 那你跟王毅不是还都是人呢 其实一样商家 其实就是把一块钱的商品 赋予两块钱的意义 然后三块钱卖给你 我们脱口秀也不是吗 我们不值钱 但是快乐很贵 所以票就很贵 所以现在有观众 抢不到票 就会说那种非常伤人的话 忽然两千钱 在上海两块三抹三 随便看 我是说了脱口秀之后很久 才接受了 看我需要花钱的这件事 我直接摆领程序员 你随便看 再上一次看我需要花钱 还是我满月的时候 从我们现在掏出钱 方法太多了 那商家无所不用其极 我前段时间去了一个书店 书店现在都已经开始 出书的盲盒了 那一刻我都已经惊了 真的我惊了 我说知识能这么学吗 学啥知识看命啊 命运改变知识啊 我现在就是不敢好任何的东西 爱好太危险了 很简单 就是你当你清楚了一个东西 好坏之后 你就总想整点那个好的 什么摄影穷三代为啥 就是一起出去摄影 人家掏出个胆反 咔咔咔咔在那拍 你拿出个手机 咱那 它不像话 我之前看过潜水 我想潜水好玩 让我玩潜水 我看了一些潜水装备的价格 我觉得人类就应该生活在陆地上 后来都说还有更可怕 都说现在有潜水摄影 我说这得穷多少代 有爱好不可怕的吧 可怕的是喜欢坚持 因为贵在坚持 我带着我兄弟 王建国的遗志 我自己 我最近这一年 其实我特别喜欢看直播买东西 我在抵抗了一阵子消费主义之后 我也投钱 打不过就加入嘛 我看李佳琪 我之前看说姐妹们 姐妹们 我感觉就是她是不是歧视我 但后来一看东西这么便宜 我觉得她可能也不是故意的 现在她在说姐妹们 我说我在呢 我觉得 现在直播真的就是经济学奇迹 你知道吗 就是很难看到这个东西 就是顾客和商家都觉得自己赚了 你说不对啊 有赚有亏啊 你们怎么说 那谁亏的呢 都说没看直播的那些人亏了 我自己想想 我跟消费主义的关系 很简单 八个字 深受其害 但乐在其中 没怕趁大家买 还是不买 理性 理性就好 好吧 谢谢大家 我是护兰 我是护兰 从周期末那句 忽兰 是男人你就站起来 我一个冲动 就开启了我跌宕起伏的一记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兵法 在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后来网上还有人帮我分析 说我又是骨子里 对自己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我也没有想到 竟然是为了证明自己是男人 一步一步走到了决赛 真的是有的时候走得太远 差点忘记了自己 为什么要出发 我很感谢周启默 逼出了一个更好的我 而他为了逼我 自己用了三条命 还是用到了 最后看到我状态回来 转身离去 因为他知道 有一种爱叫放手 我感谢我这记的坎坷 很多朋友说 忽兰你这记没有那么稳定了 稳定对我来说没意义啊 我要更强 我又不是血压 我想那么稳定干啥 我之前在美国工作很稳定 我还跟美国人学会了上班摸鱼 一起对付老板 我没有觉得我不道德 我觉得我是在事宜长计以至宜 后来辞职回国 倒也不是想把先进的摸鱼技术 带回到中国 就是太稳定了 老板还挽留我 我也不知道为啥 对我这个渔夫这么恋恋不舍 那个时候还有个朋友 在国内创业 跟我聊了很久 让我回国一起创业 最后跟我说 你要想有出息 你就回国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不少兵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了 我回国创业 拿着五分之一的工资 干着五倍的活 我妈都夸我 她说你真有猪气 她还嘲讽我 她说要不要扫托你的二维码 支持你创业 后来做了几年之后 赚的是多了 也没那么忙了 但觉得工作变稳定了 又没啥意思了 然后我知道了脱口秀 我发现说脱口秀 连工资都没有 这事不是稳定不稳定 这是刺激啊 刚开始有一天晚上 赶三场开放卖 我妈还问我 她说你这一晚上多少钱 我说三个地方 要不打车 七小黄车的话 六块 真的我就这么一场一场地 熬过了2018 真的很难 你们知道吗 小黄车都没熬过2018 后来慢慢脱口秀也顺了 李大友是喝酒跟我说 他说来吧 全职说脱口秀 他说你放眼望去 有谁比你强 我看过很多历史 也读过很多冰法 那一刻我还是上头的 我去年在这个舞台说 我就是爱战斗 我不是爱脱口秀 我今天才发现 我可能不是爱战斗 我就是爱上头 这个节奏我觉得我吃了 直到现在 我妈终于坚信我 无论做什么都是出于爱好 而且可以做得很好 我妈对我现在已经是 盲目崇拜了 真的假设有一天 我活不下去了 我去路边要饭 我妈看见也会说 你看 我儿子最近喜欢要饭 之前混娱乐圈的 现在混饭圈 他也学业了 我最近开始看一些佛学著作 我妈终于开始为我担心了 因为她知道 以我的能力 这个事我也能走得很远 而且她相信 以我的背景 要不然就是把寺庙 搞成欢乐的海洋 要不然就是把寺庙 做上市 然后带着一军盒上去敲钟 功成身退 大隐隐于古事 刚才我听罗老师 透过去 我其实还挺感慨的 就是我这个爱折腾的性格 也多多少少 受到罗老师的影响 就我对罗老师 表达热爱的方式 就是在他的直播间里 疯狂买东西 我连面膜都买过 开始还有点不好意思 后来想明白了 我就是骨子里 对我自己男人身份的不认可 现在年轻人 不理解我这个追星行为 他们都喜欢追那些什么 年轻的帅哥美女 他们看看我 再看看屏幕里的老罗 跟我说 哥你这是倒追啊 他们动不动什么 看看我家弟弟 又出了新专辑 我说我家哥哥 还欠六个亿 最后我要说一句 罗哥加油 爱折腾的人不会输